好了跟这个初次见面的沙灵守卫拍完照了 现在是搜刮这个金字塔里面所有材料的时候了 这里面我最想拿到的就是新能框了 上次在沙漠遗迹里面就捡到了一个新能框 米拉星应该就剩这个地方有制材料了吧 跑到这下面用激光击穿上去 更快的节奏啊 待会再用自动拾取箱收集就行了 好嘞差不多了可以把箱子放出来了 真是方便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集到了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就是把整个金字塔用激光移为平地 大哥别冲动啊 再说就算有激光这么大的金字塔摧毁掉也是大工程啊 哎你居然还收集到水桶了那先拿了 不削平金字塔的话 那咱们就朝着比较有材料的地方 多少是一些激光哦 知道没啥问题 我先来把这里面一个一个的小空间都给破坏了 这些区域算是材料比较多的了 哎你不收集材料到烤起肉来了 问题是现在是雷雨天气你能烤得了吗 咱这可是在金字塔里面 这里面能知风挡雨的吧 应该是烤得了的 哎我还真被浇灭了 你真的是乌鸦嘴啊 哈哈你就别嘴馋了 我以前经历过才知道烧不了 还是老老实实把材料收集了吧 应该也被咱们收集的七七八八了 差不多可以收工走人了 没错 我现在往塔顶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可以直接飞上去了 大师兄怎么还没有上来 反正闲得无聊 我来把这塔顶都给削平了 这里面还有两个天气预报器可以收下呢 哇哇哇 果然是光芒四尸啊 不过激光只有破坏距离 没有破坏范围 所以要削掉塔顶还挺难的 老沙看我破坏了金字塔 好像很不爽哦 那我来派出个沙林守卫跟他玩一下 哦两个人都不互怼的吗 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用沙虫炮来打一下 沙林可能就开怼了 哎也是没反应啊 哎呀出手带众打死老沙了 大师兄你这家伙说要走人 怎么还在这里 你这是又收集到好东西了吗 没啥东西 就是刚刚把我的太金护甲给制作了 哦对哦 我现在身上钛合金也不少了 可以把铁炉放出来烧制了 然后把链甲换成钛合金护甲 搞定后就可以来制作了 咱们的防护能力就大大提升了 哦对了 得先把身上这套链甲都脱下来 等一下全部都扔到这旁边的岩浆里面去销毁 哦家伙 有够败家有够私持的 不过我身上的东西也有点多了 也把一些没用的东西扔下去了 搞定 马上来制作一套太和金护甲了 这一套算是比较高级了 比钻石护甲差一点点而已 哦对了 说到钻石 我这边收集到了几个哦 你要不要用到的 你这不废话吗 肯定需要啊 那我放一个到这箱子里面 你自己拿上吧 感谢老板 一个也是爱 我就可以来制作一把弓弩了 哎呀国际服还没解锁呢 还不如我制作的一把能量剑箱呢 好家伙 你只给了我一颗钻石 叫我怎么制作能量剑呢 你这分明是在无耻的炫耀 我不只炫耀 我还要试试这能量剑 疯不疯利呢 听听听 有话好说嘛 你站好就行 别影响我发挥了 我会给你个痛快的 哎哟 你这剑法也太懒了吧 站在你面前都砍不到我 你不尴尬 我都尴尬了 是零食改变主意 不想伤你而已 赶紧把弓强台和铁炉都敲了 准备走人了 估计还不能走了 差点忘记这下面两个机台了 得来玩一下 万一被我兑换到一把能量剑呢 找了个用绿孔雀石来献祭的 两个绿孔雀石就能献祭一次 希望能爆出好东西 啊地心能宽快 没啥鬼用 继续继续 你弄了这么久 连个好东西都没兑换到 像蘑菇盐都是一些破东西啊 那你试试看呗 我在这里看戏 看你的运气能去到哪里